宏偉的萬里長城、紫禁城和天壇之外 中國亦都擁有近25000個湖泊 近20年的統計還不計出 中國有近5萬條大大小小的河流 包括氣勢磅薄的黃河 現在聽到的鋼琴協奏曲 黃河就是以它命名 還有長江 是世界上流動在一個國家裏面最長的河流 也是現代工程壯舉 世界最大水力發電站三峽大壩的所在地 從吉林到江蘇 從雲南到湖南 這些水域亂結著人和社群 河道流經之處 引育出城市和文化 欣欣向榮 進而將大量人口由鄉村帶到城市 不過經濟發展都帶來工業的廢水和污染 加上環境變化和水土流失 導致幾千條河流從地圖上消失 但有一個新的狀況可能會改變這一切 現在中國的每一個湖泊 每一條河流都在省、市、縣、鄉各級有自己的河長 全國一共有超過一百萬名河長 這些河長的工作是通過管理和規劃所負責的河流 確保過去的錯誤絕對不會再次發生 雙江是長江流域的一部分 流經湖南省長沙市 湖南省六千七百萬人口入面 有六成生活在雙江邊 長期以來這種人口密度帶來的壓力 導致嚴重的重金屬污染 威脅住居民的飲用水水源 埋下了重大健康隱患 水裡面的水銀、圓和諾等金屬元素超標的報道 開始建在報紙上 同時還爆發了隔中毒的事故 現在靠著當地河長們的工作 雙江的水質 開始逐漸恢復過去曾經的清澈 一個接一個這樣的故事正在不斷上演 肖慶坐落於杭州灣南岸 當地興建了一萬多座橋跨過很多河道 人們在橋上行走、歇息、影響留念 守護河水的工作已經成為肖慶人的日常 現在流經這裡的水質已經變得更加潔淨 肖慶都附有濃厚的地方傳統氣息 肖慶新娘出嫁的當日要跨過三座橋 福禄橋、萬安橋、鱼耳橋 但眼下的挑戰是怎樣持續進行河流保護工作 令辛苦取得的改善可以留住 湖博和河流是所有人類社群的生命線 任何經濟發展都不應該以珍貴的自然資源為代價 謝謝大家 我是James Chao 我們有很多更新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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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頻 在这一段时间的温暖